接下來要請觀眾朋友一起來抓兇手 香火鼎盛的欺賭慶濟宮 昨天發生的神明遭人惡意的破壞 供奉的媽祖和寶儀大帝 臉部遭人塗上了強力膠和太白粉 廟方發現了氣了報警 現在請觀眾朋友一起來揪出兇手 慈眉散目的媽祖神像 好端端的供奉在慶濟宮裡 但怎麼會變成照片裡的這副模樣 這算是太白粉 跟一級就是強力高 不只媽祖神像被塗上了強力膠 就連保一大地的臉 也被太白粉塗得滿臉都是幾乎毀容 乾掉了強力膠 讓修容師傅說 第一次看到這麼對神明不敬的人 一般來講我們對神明 都是有尊重的方式 現在目前第一次碰到客人 就是信徒把強力膠塗上去 然後又加麵粉 原來這兩尊供奉在七堵慶濟宮的神像 遭到畫面上的男子惡意破壞 監視器清楚拍下 這名年約30歲的男子手上提著一袋粉末 直接爬上神桌上對著神明塗抹太白粉 就連保一大地的眼睛 鬍子都被黏上厚厚的強力膠 他就是用那個強力膠 再用那個日本的那個太白粉有沒有 給他灑上去 加那個麵粉 我用選擇乾枯之後 這是很難幫他剝落 這是用刀子慢慢的去把它剝下來 地方信仰中心的神明遭人破壞 廟方及信徒相當的憤怒 調出了監視器畫面向警方報案 現場也有這個信徒在大殿那邊拜拜 那以為是工作人員在這個修理 在整理這個工作 趙奎榮的神像 經過修榮師傅的修補後 只能夠恢復80%的容貌 廟方公布了影像 要全民一起抓出兇手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